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9日,根据英国媒体《太阳报》的最新消息, 多特蒙德球星哈兰德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,可谓是令曼联球迷浮想联天。 这位多特球星表示,自己的挪威前辈,曼联现任主帅索尔斯克亚,是他儿时的英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曼联曾在今年东窗与哈兰德走得很近,挪威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足球大国。 而索尔斯克亚和哈兰德可以说是目前足坛名气最高的两个挪威人了。 实际上,索尔斯克亚与哈兰德的关系一直都很好。 索肖与哈兰德在莫尔德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,可以说索尔斯克亚是哈兰德职业生涯的引路人。 作为曼联辉煌时代的替补杀手,索尔斯克亚的名气无需多言。 而现在哈兰德大有清出于兰而胜于兰之事。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,哈兰德也是谈到了自己的伯乐索尔斯克亚。 哈兰德表示,索尔斯克亚是我儿时的英雄,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,我追星追的就是索尔斯克亚。 的确,索尔斯克亚在曼联也是有过一段传奇生涯,他在梦剧场留下了非常多的精彩瞬间。 此前索尔斯克亚也曾谈到过哈兰德的情况。 这位曼联主帅,表示为哈兰德的迅速成长,感到开心。 实际上,在今年中窗曼联,就曾有机会牵下哈兰德。 但出于种种原因,哈兰德被德甲净率多特所截胡。 而在加盟多特后,哈兰德的成长,十分迅速。 上赛季,在加盟多特后的18场比赛,他狂轰16力进球。 本赛季这位20岁小将的效率,还要更加惊人。 14场比赛中,他已经有17球入仗。 不过,意大利名记罗马诺表示,虽然哈兰德在多特过得很开心。 但他希望自己有一天,能够前往英超。 而目前英超有三支球队,都有意引进哈兰德。 分别是曼联、曼城和切尔西。 这三家英超豪门,将在明年东窗,甚至未来的很长时间内, 都关注着哈兰德的动向。 由于索尔斯克亚的关系, 曼联可以说是,与哈兰德走的最近的俱乐部。 红魔也将争取,用索销来说服哈兰德,加盟梦聚场。 而曼城方面主要是想要用哈兰德,来替代阿归罗。 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状态,也在逐步下滑。 曼城需要一个,大牌替代者,至于切尔西。 兰帕德现在因为球队的成绩,而焦头烂额。 他认为哈兰德,会极大的助力球队的进攻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阿老板。